那我们今天就学第一课 这个是爱的细节 你会感觉 如果你以前学了HSK4 然后现在学5 你会感觉非常不一样 这课文也长了 词也多了 然后他给我们 但是想要告诉我们的事 还是差不多的 这注意有一个词是细节 这个词很重要 而且如果你打算去参加HSK5的考试 这个词是常常会看到的一个词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来我们看第一个 那什么叫细节 我们以前可能学过什么 仔细的那个细 对吧 很粗很细 这个细就是比较小 它的意思你可以继承是小的 所以细节就是很小的事情 很小很小的事情 就是你不太容易会注意到 不太容易会发现的一些小的事情 但是这个小事又是特别重要的 这样的事情我们叫细节 所以记好细节是一些事情 然后它是很小的事情 又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写了汉语是起关键作用的事情 就是这个事儿能不能成功能不能做得很好 就是这个事儿能不能成功能不能做得很好 它是很重要的就虽然它很小 所以我们看例子你会更清楚 比如说你看服务要从细节做起 因为细节会决定成败 成败可以明白吗 就是成功和失败 这个句子怎么理解 比如说如果你在中国 在北京你会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火锅店 叫海底捞是吧 都知道你们去过吗 我都没去过 我只是听说过 我听说他们的服务做得特别好 他出名也是因为他的服务是吧 他会说你等位子的时候 怕你无聊会给你准备零食 然后还有什么涂脂甲的那个油是吧 会给你做得特别好 然后如果你去吃饭的时候 正好是你过生日 他们还会给你唱歌是吧 所以这些你看很小的事情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些很小很小的事情 大家都会说 他很棒很好 就吸引了很多人去那吃饭 所以这就是他们服务的细节 你看别的饭店没有 他们只会说我的饭好吃你来吧 对吧就没有细节 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个细节 他因为经常是很小很小的事情 所以很多的人很多时候 我们总是想不到 对吧 所以就说细节最容易被忽略 就比如说我打扫我的房间的时候 我会擦地擦我的桌子 然后擦我的什么家具 然后那个沙发的下边 柜子的后边 那小小的地方 我就常常忘记 然后我妈妈来我家就说 啊你的家不干净 所以就是我忽略了一些细节 懂了吧 这个就是细节 然后我们看第三个句子 你看签合同 这三个字认识吧 合同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知道哈 签合同之前 一定要把合同的细节看清楚 是吧 比如我们找一个工作 那你在去这个公司以前 你一定要和公司有一个合同 这合同会说你需要做什么 公司需要做什么 但是有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看清楚 不然你做错了 很麻烦 是吧 要把细节看清楚 然后再看这个 他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就发生了什么 我都告诉你 但是对他隐瞒了一些细节 就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 但也挺重要的 就没有告诉他 只是大概的发生了什么 告诉他了 但是细节就没有说 就隐瞒了 这两个字读隐瞒 还有印象吧 如果你需要我写拼音 也告诉我啊 我们这个词都学过了 所以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 是吧 嗯 那就好 没问题 没问题哈 那平时你们会是注意细节的人吗 我不觉得 你不是啊 嗯 那要注意一点 是吧 但是也分什么事情 如果我们所有的事情 你都会特别去关心那个细节 可能就太累了 是吧 也要看什么事情 啊 所以这个明白了 那这节课我们讲爱的细节 就是在爱的这个事情上 有什么细节可以说 这个我们学完了 看课文 你就会明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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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